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 跟大家研究9月18號的法活谷賽事 研究第四場的四班遷移 這四班遷移第四場 跟大家講了操練 上步先鋒,沈拿也去碰過,保持 2號的勇者勝,國能也去試過集,很積極的 3號的極爽,楊明倫也去試過集,很積極的 4號的君月灣,保持功夫 5號的雷電寶,梁家俊也去試過集,很積極的 6號的楊明滿滿,梁家俊也去試過集,但梁家俊沒有騎 我先看清楚是不是 這些字寫得太尿草 7號的青年才俊,試過兩貨集,新馬來的 8號的愛添滿,蝦欣也去試過集,接著要停賽,找李建國也有碰過 9號的鑽倉初出的出奇寶,田坦安也去試過集,莫雷拉爺也有碰過的 10號的喜勝區,史卓峰也有碰過的,也是積極的 11號的二話不說,蘇迪雄也有碰過的,也是積極的 12號的紅旗福星,剛剛跑完,保持功夫 我想和大家看看這隻出奇寶的上季未轉倉之前有一場馬 看看他的表現是怎樣 那天都是田坦安騎跑第四 今天幾個天地人都是出的,在什麼班呢 大家現在都知道,喜勝區也在 後面那些競飛勝,其實後面那些馬又不是很好 後來用錦神區,能會策略那些都交到水準 看一看這場出奇寶怎樣跑 好像綠色的帽子,紅色的,綠色的 這隻是出奇寶 天地人前面,出奇寶在後面 他不可負操作,不讓人扔掉 那一路都是陳太安,但又被組成了作角度 本來人陣的位置 天地人在下方,天地人那天很熱 他現在出奇寶開始打中,又有田太安,又有坑出門 一會就被人阻礙了,田坦桿的慣例 這裏我一開始要推出去,跟著馬屁股,追上來 其實他不是很勁勢的,但就看看他輸給什麼馬 他騎著騎著,我這場買了他,跑過第四回來,氣死我 我買了他的位置 這場馬就變成出奇寶,其實他不是一隻很慢腳的馬 但看重蠻輕的,大家要留意一下他會不會排位又重一點 明天公佈看重的時候 天地人今天都要在三班跑,南海策略都交出頭馬 勇敢神區都叫做穩定的馬 去到這場馬,為什麼我會選這條馬呢 第一是轉創初出,由霍利時轉到苗里德 這個因素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希望他會憑鬥志先明,在這裏我會選出奇寶 先跟大家說了神操 那隻出奇寶,莫雷拉有去碰過的 但莫雷拉就選了,不知道是否莫雷拉選了 我就不太覺得是,但我都不理他了 我都要出奇寶 莫雷拉選了二話不說 你當他選擇也好,他試過集也很快 但我自己就覺得這場馬呢 看看等下,放的馬呢 有極爽,君月灣 極爽,君月灣,楊明滿滿 這些會比較快一點 二話不說,3月17號曾經不良於恨 然後兩場都沒有表現 這一場就說了線路,江頭叔,蘇偉賢出兩隻 這些馬房出兩隻都是很麻煩的 一隻就有表現一點,一隻就沒有表現 有一邊線路有五隻,另一邊線路有四隻 這一場的線路都算正常一點 今天有很多場次,有一邊線路很強勢 這一場有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就是這隻青年財進新馬 沒跑過 我看看青年財進 試集可以擺到前面 試集可以擺到前面 但時間不是很快 試集可以擺到前面 今天就搬到潘頓 這場應該如果我的估計 都屬於有些部速 變了就有 極爽會擺到前面 極爽會擺到前面 冬月灣這些一定是擺到的 雷段寶都會守著跑 楊明滿滿都是擺到前面的 那就... 出旗譜可以追一下 所以我看到這場馬 就... 異話不說都可能擺到前面 所以我選這隻出旗譜 希望前面的部速比較快 希望這隻出旗譜 有兩個因素 轉倉初出第一 第二 希望這場前面有個比較快的部速 就... 愛了他 其實他輸給天地人 不是被天地人扔掉的 但後來再出那場就表現很差 跑過第十回來 今天就憑著看他轉倉的因素 那我跟大家做功課 做蘇惟賢馬房 暑假功課 我也有提過這隻楊明滿滿的部署 都是很奇怪的 上季蘇惟賢的成績 你認真馬馬的 其實這隻馬跑開都是快活谷 一千 一千二就最好的 上季季初 跑快活谷的一千二 三三四 一千 一千都五 去到後來 去到後來 跑一千四幾場 終於去到幾場千四 都是跑第五回來 那今天呢 一初出之後 今季一初出 就不用千四了 就回到他最首本的路程 看看是否也是他的部署手法 但今天江頭蘇惟賢有兩隻在這裏 這隻楊明滿滿都屬於要放在前面跑的馬 所以 有些擔心他 放在前面 前面有極爽的那些都很快 就變成了 軍月灣那些當然快 變成了這隻楊明滿滿跟得快 會不會影響後勁呢 但都不管了 只要他回到快活谷千二 都先拿去 然後我再看看 今天降班下來跑的 有上步先鋒 曾經在三班跑過的 出奇寶 和喜勝驅 熱過身的馬 有上步先鋒 軍月灣熱過身 和紅旗福星都熱過身 這三隻熱過身 有上步先鋒 有上步先鋒 出奇寶 喜勝驅 也曾經在三班跑過的 所以我就選了出奇寶 希望他又轉倉 又曾經在三班 降來四班 有一個磁熟的因素 拖了六號這隻楊明滿滿 這隻雷電寶 上季我都介紹了幾場給大家 這隻馬 其實上季他贏的那一場 真是幾好彩 那天應該精算八方 贏馬 被人困得很厲害 但是這場 你計算他的跑法 叫做主動 以及不用說一定要 放到很前 他跟著跑都可以 雖然是季內初出 但是愛馬劍後來再出 都好像跑回 平頭第四 你想回報也叫做贏馬 今天搖滿輝馬 好像馬都不錯 那變成 梁家駿呢 就 等一下 梁家駿呢 就有這隻六號的楊明滿滿 他都不騎 要回這隻雷電寶 就拿了他 九拖五六 那愛多隻腳 愛多隻腳的話 我就會選 勇者性其實都是好的 但是他每次撿回外檔 他都要好後追上來 就怕他 又未熱過身 但是這隻馬就很準 上季季季 如果他1600那場 輸了 不要理他 總之跑回1200 也有些機會 唯一一個擔心 他捕個十檔 再加上國能十檔 就變成我 如果搖滿 我要一隻喜勝驅 搖一下這隻 我們看 不說 WWE 楊明覧有試過集 這隻起勝驅曾經在三班,然後到四班 都是近過的,法國谷那場可以跑到第3,1200,即是同情 然後跑到第5,那時候只不過是國能 今天跑第5的時候輸給天地人,出奇寶,起勝驅 又是出奇寶那場,跑到第3那場是潘頓騎,輸給大聚會,小威人 我覺得這隻起勝驅,今天是史卓鋒也是一個方家拍的冷殺手 潘頓騎了沈雜城那隻 其實在極爽和起勝驅之中選一隻 如果不要極爽的原因,其實極爽都是好的 只不過是怕他前面有君月灣,有陽明滿滿 所以選擇一隻,屬於不用擺得那麼後,而有得追一下的馬 純粹是拚他的步速 即是他又不用擺得那麼後,而有得追一下的馬 而分也減了幾多 神粗方面,這隻史卓鋒也試過雜 變成要愛這隻起勝驅,學一下冷滿 這場我要九拖,六號的陽明滿滿 五號的雷電寶 還有十號的起勝驅,希望十號有錢分 這場就是我的介紹,希望各位那天可以多贏 多謝,拜拜